珍惜每一秒 每一分钟 每一天 珍惜每段缘分 每个相遇 每一天 作为对象 提的问题是 到了晚年 你一生中最后悔的是什么 然后列出了十几项问题 请老人们选择 结果老人选择最后悔的是年轻的时候不够努力 排名第二 是后悔对自己子女的教育方法不对 第三 是没有好好珍惜自己的伴侣和爱自己的人 排名第四 那是后悔自己锻炼身体不够 健康出问题 排在最后的才是后悔自己没有赚到更多的钱 在物欲横流的世界 唯前是命 但人们在晚年通常会想到的是 年轻不够努力 后悔对子女的教育没有珍惜自己的伴侣 身体没有锻炼 晚年健康出了问题 最后才是赚钱 说明人到晚年才知道健康的重要 人的一生不能活在后悔当中 你不能改变别人 没有关系 我们能够改变自己啊 我们不能控制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态的发展 但是我们能够控制自己啊 所以懂得一句话 台长跟你们讲 如果你的一生选择了不后悔的开始 你就是选择了会命的开悟啊 观音菩萨在心中 他教我善待众生 所愿要不贪不厌 成作山是西班尼 阿观是音菩萨